球球 球球 一是入一是不入 這可能是史上最 的Room Tour 經常會被人問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應? 乖不乖? 好棒 我特意打着關斗出場 是不是很有誠意? 歡迎你們跟我踏入籃板牆 如果你上一集有看到的話 就應該看到我不斷叫你們訂閱 還有叫你們猜猜我是去哪裡 那如果你是沒看過上一條影片 不要緊 隨時去看 還有都是可以訂閱了 接下來是會有很多東西看的 那我現在就想正式開估 我其實是在紐西蘭 是 其實我這一刻 已經做了很多次 在不同的地方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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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蘭 其實真的看不出 因為我很想讓你們感覺到 我是在紐西蘭 但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拍到出來 那我剛才去了Festival 看看有沒有片拍 然後走的時候 看到這個籃球場 籃球對於紐西蘭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運動 香港也有這個Rugby 7 也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今年是有在重辦的 不過那個 不要緊 我可以給你看一下 這裡的籃球賽 是有多熱情有多熱鬧 好 現在就去片 你幹嘛坐到這樣的樣子 我出去看球 你在這裡乖乖地 夜食來了 你看一下 多美 其實這幾年 真的沒有參加過任何大型的活動 好興奮 這個Try是達陣的意思 不如我假裝說球 現在兩隊球員正在入場 留意這場球 球是不是完 正所謂勝負不重要 最重要是不要輸 好嗎 這球球呢 一是入一是不入 不過應該是叫達陣才對 咦 是不是達了陣 哎呀 看他頭也痛了 不如買一瓶棉花糖吃吧 哎呀 小朋友畫面又多開心 啊 又看觀眾直這邊 小貓三四隻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看 Edan拍整個字 還看得清清楚楚 看球好像有些特定的東西 要吃飯 很多想要的東西 買一份都可以的 買了 現在回到位置 嘩 最終5比40 法國隊就贏了 現場好像在搬MVP 的東西 看得多些好波羅 看得多些好波羅 強勢隊伍,你看,14比48 這場波子可用一個字來用 精彩 這裡有得買大杯子定T 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因為黑色是紐西蘭國色 哇,來到我位,這個位好像嘉年華 超多灰色 還有一個標筒的 是什麼 但我剛剛在現場拿到這個 叫做Poy的東西 是他們拿來跳舞的一件事 還有可以拿來打氣 他們現在在現場開班教 現在全場一起學 怎樣用這個來打氣 就是這樣在這裡 中場表演 現在有Rita Aura 我想說 看到這個螢幕是不是好像很多人 很震撼 我在現場看 是這樣的 很小顆 因為真的很遠 終於來到鴨族隊伍 這個紐西蘭對澳洲 就是Kiwi隊對代鼠隊 在這裏 在這裏 現在觀眾的人數差不多爆滿 哇,噴火了 是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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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跳Haka 是無理讀傳統舞號來的 比賽之前一定會跳的 有戰機啊 神經病 第一次在現場 在這個 入開場了 大家都開了球五分幾鐘 暫時兩隊都是捧著雞蛋的 嘩 看看現在的天 是magic hour 在紐西蘭經常都看到 話說 在紐西蘭打bobby 就不是賺很多的 不像英超那些 不知道他們可不可以用借渣的價錢 踢出燒鵝的味道 啊 現在在達鎮區那條線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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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了一陣 看回分牌 還是0分 咦 咦 咦 try 真的達了一陣 咦 不如再看看分牌 咦 還是0分 咦 真的拿到5分 咦 現在真的不要眨眼 看看賽事重播 我先看多了 真的整隊人這樣 正好 整隊腳 真的看不到 咦 這個是不是人家喜歡看藍球足球多一點的原因 容易看 最後紐西蘭以41分比17 反敗為勝 我今天的報導就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聽我的訛報 我喜歡贏球 贏球啦 贏球啦 西蘭 登場 他們好像還有一些頒獎 但大家都起行 第一次看這個Rubby賽 雖然其實中間做了什麼 我是飽升了 但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感受到那個氣氛 因為我接下來有機會 在新西蘭去參加一些不同的活動 我給你們看 這個可能是史上最短的Room Tour 登登 一眼看完 就這麼多了 很明顯我正在組裝Puzzle 這一塊仔 就是我吃飯 剪片 做功課的地方 其實我可以有這麼大桌子 我快點組裝完就可以了 這裡就是我現在主要生活的地方 其實現在真的能行動的只有兩間房 一間就是這一間 另一間就是睡房 睡房就不要看了 不如我帶你去個室外Room Tour 現在帶你們來個室外Room Tour 室外的Room Tour 真的很室外 你看看 露了頂 在外國很多人都經歷過家裡漏水 我現在是直接下水了 這裡將會是我家裡的一部分 但很明顯現在還未是一部分 先看著這麼多 這裡其實也有點危險 我現在先關機了 先說一場Ruby 我不是說一場Ruby 我想說Ruby Ruby 7 在香港已經很久了 我真的沒有看過Ruby 但為什麼來到這裡 又會想進場去看呢 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很多跟我一樣去其他地方的人 經常都會被人問一個問題 你懂不懂應 乖不乖 我覺得如果你要適應一個地方 其實就是看你對那個地方有沒有歸屬感 那歸屬感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你會想去了解那裡的文化 想了解那裡的生活是怎樣 而你是真的喜歡 是真的欣賞這種生活模式 這樣去融入 所以我為什麼會走出去看Ruby 當你一路開始去認識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對那裡有歸屬感 那你就會開始習慣了 我又看你們的留言 見到有人說風景很美 看得很開心 我都希望可以去到多些不同的地方 拍一下這裡的東西給你看 我又見到有人留言 叫我去南島 因為南島的風景是再美一點的 但要有時間 那你們留言 告訴我你們想去哪裡 想看什麼 帶上我的航拍機 拍一些漂亮的照片給你們看 我上次也有說到 說我現在是過半遊牧 讀書家裝修生活 半遊牧 你們都看到我現在的居住環境 我偶爾都會被師傅勸喻出走幾天 所以我等你們提議我去哪裡 我就帶你們一起去讀書 我讀得書少 所以經常都被騙 說什麼 讀書呢 其實是我在這裡其中一樣最重要的東西 現在我正在讀英文 我同時上兩個網上課程 和一個真的回學校的課程 我希望接下來真的會讀一些其他的東西 在這裡有很多你猜不到的東西可以學的 我最近的目標就是希望在年尾去考一個試 考到的話我就真的可以報其他東西讀了 關於讀書的東西 我有空又再更新一下你們 裝修生活 只要不會造成什麼人命傷亡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去試 我看到有很多人去別處之前 都報了水電班 或者裝修課程 其實真的用得著 這裡的五金店是超級大間 DIY的東西根本就是這裡的文化 他們是很習慣自己下手做的 我想你們都知道 在別處請人做事其實是很貴的 除了貴之外 你又要拖它 要等它來 那如果等得來 自己懂得做的話 不如把它弄掉吧 人們經常都會說人生下半場 我覺得我不是這個階段 我會說我現在是人生中半場 而且這個地方 是讓我看到有很多可能性 我可以在這個時候再去試不同的東西 做一些自己沒做過的東西 即是 波 都不一定是完 我這裡真的每一天都在學東西 除了學英文 學一些裝修的東西之外 我怎樣去融入這個地方 了解這個地方 都是需要學習的 而且在這裡 我可以多做一些自主的影片 因為這裡這麼大 又有南島又有北島 我還想去澳洲其他地方 都真的有時間去拍 我每一條影片都很用濕去剪 去想怎樣令你們看得開心的 所以我希望你們都多多支持 除了去訂閱之外 就是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按鈴鐺 其他的客戶 其實是可以繼續找我做事的 帶你們的產品 在一些很美的地方分享 所以我可以在那些火山口 介紹火山泥 留意我下一集 看看我會帶你們去哪 拜拜 下集見 現在去泡公園 GO